差不多就这么个情况 是 那这样的话可以看到比赛开始 FOI的卡尔 然后是天命的帕格纳 主要我是想到他们那个 就是RTZ两把碰到人马 然后那个先手的踩 他的就是BKB 总是会慢一拍 但这个事情真的很烦的 就是你作为一个核心 人马的踩是可以S掉的 因为它现在是一个 就是可以先抬提 S掉又能走 但你的BKB你是出手了 你就S不了了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一个 心态上的博弈 心理上的博弈 所以这一局SR不跟你啰嗦 直接把人马搬掉了 是的 被人马踩怕了 对 主要是人马现在这版本就是 你拿那种线上弱的英雄 他就骑在你脸上 一直双人间 你真的受不了 毫无办法 对 这局我觉得SR就要上个B2 其实他们是转换了一些选人思路的 这盘刚备受要出秘法鞋吧 先分顿秘法鞋一张 因为有个卡尔 秘法鞋的话 后面可以拆成一个莲花球 对吧 能让卡尔的那个什么 就是QQ啊 包括大骨灰啊 给他驱散掉 感觉没什么问题好吧 秘法鞋刚被受 这现代版本也是挺流行的 看一下一个抢服情况 抢服是没有打起来 但查理斯非常机智 绕了个后偷了个服 AR的三服开局 查理斯有勇有谋查理斯呀 阻止多谋是吧 找到机会 这局的一个对线是 船长打土猫 这个正如对线 一般不会出比较大的问题 就哪怕是土猫 把船长踢到了塔下 这个船长的体格也比较好 互相拼补刀 现在版本因为都是这种 什么刃甲龙心的中单 在中路嘛 都是这种肉合 所以中路产生单杀 也是越来越少 同样还有一个 就是之前那个叫什么 圣水服的一个更新 也是让中路的单杀会越来越少 而且你会发现 以前酱油动不动 很快就去搓中 然后现在的话 因为主要还是要去把边路 给他打好 上路 QQ榴弹打一套 有机会 再往前 吃了一个魔棒 再 实在移动速度跟不上了 而且天歌是在临走之前 他先吃了个树 并且他还回头A了一下卡尔在走的 这波天歌对于伤害的判断 还是比较准确 很极限 而且与此同时应该是在这个 这个SR这边是拿下了AR的一个E血 这盘我最担心的就是AR的边路两条线 这个能不能稳得住 我们看到TB这边是配合自己的冰魂 拿下了第一滴血之后 TB的补刀正反补 哎哟 回过头来 卡尔加上滚滚 又是击杀了一个状态不是很棒的 恐怖离人 还行 因为这波TB他的一个状态 第一时间不是特别的好 是的 下路这边好钢背一套 杀是杀不掉的 钢背之后有10个魔棒 但是看一下上路 又被冰魂拿到了一个人头 这个是很正常 因为冰魂和TB到达两级之后 他们有多减速的 一个冰魂的 不管是三技能还是二技能的一个减速 加上一个造影 再加上冰魂很有可能会带那个榴弹 一般来说榴弹应该是 只要有货就会补的 对于一个冰魂来说 前面BP玩也要说的 到了两级之后 查几次一定要注意自己的 那个一技能的CD 只要被卡CD的 就特别容易被击杀 这局中路真的就是一个 拼补刀的节奏 因为彼此的这种状态 都保持的挺好的 反正就互相小消耗 然后拼补刀 船长补刀有那个水刀 然后那个土猫的话是有踢石头 所以正补上面应该大家都差不多的 很接近 对的 这波冰线的话可以AR往下边拉一拉 出塔了 那TB的话这个位置他自己要小心一点 恐怖地人是有变身了 下一波冰线如果说 如果说是下波冰线推回来的话 这个变身是有击杀能力的 卡尔刚刚放了一个空磁暴 他是放了一个QQ 但是走开了呀 跟后续的那个眩晕没能跟上 卡尔前期这么用来 其实挺伤的 因为现在版本卡尔的这个磁暴的回来能力 是被削弱了的 一套技能QQ加上磁暴要215点蓝 哎那这波冰线要过去了 这波冰线要靠TB这边了 就滚滚不太敢放技能的呀 嗯 是的 磁暴QQ消耗一下 卡尔自己几乎也是 他回不了蓝 通蓝了 是的 回蓝能力太弱了现在这磁暴 直播两个远程兵要进塔了 下路是也是有个消耗 但是没有完成击杀 目前AR有一个几百块钱的经济小领先吧 人头主要是爆发在上路 其他两路的话感觉好像都 以打线为主 专注补刀为主 知道自己也吃不到了 直接把赏金服反补 这波我只能说天明他非常懂啊 他是远离了那个钢被兽和这个球银毕临 一直在最远距离在一人 对吧 在消耗血量 然后同时呢 知道这个阿拜德去控赏金服了之后 第一时间就过去了 拿不到的情况下就把这个服给A掉了 而且这波他自己过来是被船长刮水刀 刮伤之后又标记回来接红 上路再刮一个水刀打残了有没有机会 吃了一个鲜火 鲜火然后放了一个橘子翻滚走了 但是状态已经很差了 还是很难杀 伤害就这点是没办法 下路这边一个幽民爆轰是暴死了 而且中路好像昆卡是给土猫持续的压力 这波卡尔在上路发现有点打不过的情况下 是来到下路寻求的机会 但是上路查理斯就会有危险 有减速 刚刚说到那个情况 虚张生是肯定在cd 在cd了就一个变身变身就杀了 还没有这个虚张生是戳位移的情况下 还是太容易被杀了 减速太多了 对 这个一个减速是减速两个减速减速三个减速开始就是控制了对吧 把你速度移动速度减到100点了 什么冰霜漩涡一放就没没办法 极寒之处一打冰霜性窝 血性榴弹倒影对吧四个减速 这个这个戳现在就感觉他得捏在手上 只能捏在手上 要不然就是那种什么最后一个刀然后戳一下直接走 稍微有一些想要戳一下再混就很容易像刚那种情况 是的现在查理斯就抗压的一个情况了 那刚刚在赛前说到的那个之前一盘他的滚滚非常肥 13分钟必发鞋加上三尸 然后这一盘的话应该是做不到了 还得靠这个双酱油的一个联动 对这波双酱油过来 哎呦看一下这个极寒之处打上去卡尔也状态一般 吃了一个莲花 哎倒是古法这边一直在爆给到提笔的一个血量消耗 有天哥他打得也太凶了两个人追着三个人打这时候船长来了一个献手水 水到了这边的一个冰魂 水刀 踩一下标记 给上 再一个湖 这波哎呀来了很多人啊 这波主要是S啊他们搞得太凶了呀 两个人追着三个人打然后又TP没有变身他们 啥呀 呃但是有个坏消息啊他 哎呀那边的那个7分钟服被土猫吃了 是的 而且他们好像也吃不了对面的那这波AR7分钟没服 没服双价有一点伤啊有真的很伤我觉得 而且CK这波很危险啊呀最后土猫一脚踢进射射死了CK 就是你这一来一回人家两服你没服你这个等级的差距就会 有一个很明显的落后 这这一波其实上路 杀了这波兵魂又推了一个塔其实他们付出的一个这个 兵力是很足的 现在主要是这个施灵剑士 他的等级和经济情况 要想想办法搞一波 就是在到达六级之后 配合船长要赶紧搞一波 卡尔的话要在中路稍微补点等级 因为前面经验服没了 对 冰魂还差半级经验就要到六级了 他等级好高 这就是双经验服的含金量了呀 是的 而且你想他线上是有配合击杀的呀 对的 他线上本身也是顺的 球银避凌也到达了五级 恐怖利刃已经开始进入到了一个 塔下有线就收线 没线就去打野的一个状态了 船长开悟有隐身服先往前探 物还没破 这边有一个冰魂一直在试探 就你了 无法破卧先点了一个眼 就你 从比林给了一个换魂 被沉没住了 对 主要是这个换魂的位置 让困卡很难再往前去接近 是的 他还给了一个弹无虚发 吹风抢大爷 哎呀大爷差一点 收了三个小骷髅 但是有一个冰霜漩窝减速了土猫下来一脚踢 减速到了昆卡和古法 古法往前给技能想要拼冰魂 拼到了之后昆卡是残血吃了不少技能 第一是艾米斯刚被摔在往前顶 放了一个船原地直接给TP对方没有留人的手段 还好这一波是 一二号位全部空血逃生了 CK靠自己的移动速度跑掉了 看一下这个吹风 吹风过来 一撞 这波有没有机会杀刚被 哎呀又是一枪恐吓了一下 但是CK拉过来 两个暴击 这两个暴击非常的关键 要不然输出还真就差一点 对 前面又被这个弹无虚发掩护了一下 其实AR刚刚那一波非常的危险 因为他们所在的那个位置是一个比较难撤退的位置 而且土毛当时带着大招过来 还好是他等级还不太够 所以没有能够形成的一个连滚 对 没有形成连滚就是船长TP能够直接走掉 我看船长那个当时放船的那个动作就已经 第一时间他们就已经判断了 就是这一波是打不过了 所以就已经第一时间想着再跑了 对他们当时那个位置很深 昆卡和CK第一波都吃了不小心能打成了一个残血 然后他们是想要把战场给他拉回来 但是这个刚刚虽然说杀了个钢背兽 我觉得收成还不够 因为恐怖利刃是没参战的 他是属于在无解肥发育 并且已经发育出自己的点睛手来了的 这局TB感觉就是从线上到现在 他是属于一个无压力发育的 就即便是刚刚AR去人的 他顶多就是进野区去补自己 感觉这个刚背兽 刚背兽和这个球运避凌 他们的打法 好像不太对 因为刚背他两级的时候是没有学鼻涕的 而现在版本的话 感觉刚背兽对线的时候 和球运避凌搭档啊学鼻涕厉害一点 学背被迫挨打 没什么 就没什么压制别人 击杀别人的机会 你说的是进攻性 对进攻性 两级学鼻涕就鼻涕黏上 然后这个层数多了之后 球运避凌一二技能一放 对吧 把你反强打回来 跑也跑不掉 打也打不过 这一波 SR的开卧 这个扫描 扫到的是在打野的CK 他们想要先绕一下 点一个视野 土猫 一个直穿滚 滚空了 但是有一脚踢减速 冰魂给上了一个大招 这边还有一个换魂 哎呀可惜被冻住了 主要是开着笔章吃了冰魂大 这个笔章也切不了 对吧 你关笔章又关不了 切也切不了 这个就很难受 所以刚刚在BP的时候 我们也有讲到过这个点 CK去打一号位 碰到人家冰鬼的时候 都是很冰的 对但是在河道碰到了 土猫 土猫滚走被挡掉 挡一下 但是船长已经先溜了 因为被踢到了高台上 土猫也踢走 伤害不太够啊 那这一波船长还是赚了的 抢到了奥数符 对吧 他是奥数符的TP 放了一套技能 啊 能接受 对而且踢的是一塔 踢了一塔 然后配合队友 赶紧过来把这个中一塔给他拔了 哎呀这个阵容 确实是要提速的啊 因为我们前面有聊到过对方的一个后期核心的能力 是的 包括对方的这个后期的成长型啊 两个酱油的成长型 对吧 冰魂不管怎么样 打到大后期 这一个大招 他就价值连城 有的时候 特别是像CK这样的英雄 被冰魂大了头都云了 现在赶到在对方这个没有一个关键装 或者说成型的时候 自己要抓住机会啊 冰魂这波开大招 后来又想要去找钢被兽的麻烦 无法给吸 卡尔也在附近 停车之后 看一下这边的一个吹风式 没有能够吹到 冰魂装的不是很好 学长生事先戳走 TB这个时候也赶了过来 土猫直接 想要留人 冰魂丢大招 哎呀这个位置还被黏上了一个大骨灰 伤害输输是真的有点匮乏 土猫还在滚 还要追击 这波他们想打 但其实CK第一时间也不在 又是一个大骨灰 黏住了骨法 骨法给自己的稍咬原地再详细 但是一个局上骨断一下 卡尔这个位置也阵亡 哎呀这波死三兄弟 有点亏啊 这波是血亏了 主要是追着这个钢被兽 打他的屁股一路 打了一路 对吧 一直打到对面人都齐了 而我方的CK和船长是没能支援过来 船长我看当时可能是没有TP 他在往那个主野区里面在走 他是在靠的 CK的话他就是 这波没有要过来的意思 对 离得有点远 我觉得如果按这样子的节奏去打的话 哎呀的这个 呃形势可能会有一点点厌峻 现在确实很厌峻啊 因为不光是冰魂大招 这个土毛大骨灰也有 有了大骨灰的土毛 他而且骨灰里面有三个能量 无论说对于船长 还是对于这个CK来说 都是很严重的杀伤 确实大老师也表示确实有点严峻 因为你这样的一套阵容 你没有办法 我没有聊到你被动去跟SR往后起托的话 就你是很难打的 见面就贴个大骨灰 然后石灵剑是感觉不对 立马就开车跑 AR这段时间感觉要憋一憋 但是稍微刷点钱呢 又感觉往后起打又不是对手怎么办 只能说等机会了 对因为如果说你现在很着急的什么开悟去找 找的话再没找到更伤 而且这一盘AR的这个双降游的联动啊 他们的卡尔加上帕格纳 能看得出来打的还是他们原来的东西 被冰住了 没办法了 盘双之族冻住了 倒了 没办法 没有操作空间了 本来在想他能拼一个冰魂 这要能拼的就是土毛的问题 拼肯定是拼不了的 我刚刚说什么 就是双降游这盘卡尔加上帕格纳 是想联动的 想要干很多事情 之前包括卡尔去下路的一波双升之门游走 然后双降游在双升之门船上 对吧 但是这两个英雄他联动起来就没有像先知 蝙蝠 什么卡尔 发条 这种有组合性 对 他这个感觉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联动性啊 我现在看到的就是两个五号尾 是吧 他们先知和蝙蝠的时候是两个四号尾 而且这两个英雄他都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硬控呀 对吧 你像古法也没有硬控呀 那卡尔的技能也没有硬控先手呀 他们这个阵容现在先手好像一个船长的标记 卡尔吹风 反正就没有什么那种很很强势的先手 最好的线手是卡尔的QQ加水空 对 土豪滚上来船长有危险 任甲一开谈不了多少伤害被激活直接秒掉 土豪他往前滚想留卡尔 切了一个幽灵漫步没有反应 但是这一波TP 变身跟队友进场 现在怎么感觉在打着打着人家 杀人拿塔的节奏什么各方面都很都很顺 对呀人家的这个节奏其实很舒服呀 我觉得现在AR是真的局面很烈啊 虽然你看仅仅才差三千 最关键是AR这个阵容是需要他们前中期打出优势来的 但反而这段时间是被SR前中期的这种节奏打得很好 有点真的不太能接受好吧 Creator的奶率也是出阿托斯的 可以看一下他框的什么装备吗 是雷托斯然后魔龙枪不 还没框 没框 因为奶率是分这种两种打法的 一个是像FY的那种就是雷托斯魔龙枪的 就转合的 另外一种就是以太A仗羊刀的 看看查理斯已经被包住了 已经包住了 鸡脚之势 但土毛第一个沉默好像没沉默到 阿波斯阿祖 现在能放出来吗 开出大招 后排是有一个穷迷必灵 那这样的话应该是可以杀一个奶率 我觉得土毛的这个技能释放有点小问题 而且确实第一波伤害也没够 主要是因为卡尔把那个把把这个奶率给他断掉了 对的 就这波的话还好 AR他的 他是还没有沉默 是十几 其他的这个队友在靠 没有那个第四之卧 是的 刚刚他差一点经验剩十一 有了十一级 有了沉默之后 滚滚就 开车就没那么顺畅了 这位置应该是有一个眼 有一个夜眼的现眼 前面踩了 这边是后排找到了一个帕克纳 比较精准啊 帕克纳在反这个睁眼的过程中被土毛定位定住 而且现在土毛的战斗力是持续的加强 在大骨灰之后又做出了一个刃甲 是他那个现眼的就是走位 一瞬间被对方也算是判断到了 而他们在P应该也是知道那边有眼了 现眼是看到了其他三个人的走位 然后那个帕克纳在反睁眼的时候 弹道暴露了他一个人的位置 这土毛有个刃甲勇往之前啊 而且升到11级了 减速减到FY滚到撒粉 FY威 FY要倒 没有操作的空间了 TP也踢不走 嗯 阿拜德已经无人能挡了 而且这个恐怖历刃 他的经济 实话说有点太肥了呀 19分钟12000了 他没有压力啊 他从线上开始就没有压力 然后你即便是前面那一波上来了四个人 推了个塔他也没有压力 他进到野区去发育没有干扰 然后几波过来跟这个队友打架 其实他都喝到了汤 还推了塔 对 所以他是没有压力的 查理斯的三后卫实力剑是 开始转那种三后卫的出装了 初起跳刀 然后等会再什么 那个莲花球这种装备出一出 这一波是 但正面作战能力方面 目前有了A帐的钢背兽 要比滚滚要强不少 知道对面在打盾 但是滚滚滚的一个位置是 肉汁潮穴附近 但其实SR的人都已经出来了 正面想找这边的一个CK 古法输血 土毛进场 给磁化 输出还是比较的高 CK的一个血量 有一个船游的加持 不行还是死了 一个潮汐波拨回来 但是没输出了 AR这边 一个反枪又打回来了 没必 果果给了一个虚张声势 也逼刀掩护一下 没能掩护出来 正面作战是真的打不过 恐怖力人没有变身的时候 也没有变身的情况下 也打不过 土毛这一波会死是因为 他后续再往前追了两波 也是因为这个冰魂的大招 没能打到CK 如果当时冰魂甩到CK本体的话 那CK当时就倒了 土毛也就不会死了 CK其实他打着一波团 他的血量是急转直下 是的 而且很难再吸回来 没法正面作战 首先是夜眼方AOE能力又比较强 对吧 他的幻象就不好发挥 其次是本体没有BKB的情况下 对面这么多空 很难打输出 没有BKB 他打输出 他还怕冰魂大招 他还要走位 就看着你冰魂大抬手动作 或者说看有没有爆炸 如果爆炸开来 你冰魂大用过了 他才能去打输出 下路这个位置 又被抓到了吗 引刀 土毛的位置是稍微有点深 在对方三人脸上 那这波ABAD是拖大了 那这个位置会不会 害死这个穷英碧零 有没有流人 漂亮标记回来 接红流 想TP 这两兄弟 送温暖 本身这两兄弟是来找TB的 不是是来找CK的 结果没想到CK的队友来得更快 因为AR这一波是朝着白天的肉山来的 就想卡这个恐怖利刃的变身CD 冰魂大 没事 对 没事问题不大 那这波还是缓了一波的 因为对方给了这两个观念的人头 是让AR这边正好靠过来空盾 呃 这这波实际上是AR就是来想空盾的 对 只不过空盾的路上 碰上了这个土毛和球银毕临 这个土毛我看他是一个人 就是超远滚过来 就是他身边那个酱油离他很远 是的 CK带盾 看能不能脱一些局势 然后跟一些关键的装备啊 刚被说魔晶也在运了啊 他现在是来到了本场比赛他最强的一段时间 A仗加魔晶 我刚才SR打得很凶啊 魔晶是直接滚上来 但是AR这边跳走 呃实话说 我觉得CK带着盾的情况下 AR的正面战斗力目前也没有领先 真的恐怖地刃啊什么 大家技能 两边十个人技能都全的情况下 还是右边的场战会好打一些 所以你会发现AR他即使带盾 还是保持着一个 没法进攻 呃对 就是保自己发育 然后再去找机会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是的 看到钢飞兽 见面吹风吹爆 冰魂大招甩过来 给他演法 但他们的先手还是得靠土毛 土毛第一时间没到位 这波好像CK也靠过来了吗 轮滚开车要往右边靠 昆卡这边是给技能找到的是冰魂 淘气波波回来冰魂先死 钢飞兽把背对着对方 看CK这个血量 这波是没有冰魂的 CK有盾 盾先交了 但钢飞兽也是一个残血 陨石滚下 刚才这个钢飞兽能不能带走 他的血量非常的残 但是钢飞兽已经走了 而且这边查理斯的滚滚是已经先倒了 洪流给上 能不能杀掉 他想换血 他想换血 正面的话都是一个残血 好急 TB2还是换出来了 而且换的是这个满血的CK 很亏 这波其实CK配合队队友上来去想杀这个TB 但是变成他的移动血包 那这一波打完应该是差不多就AR到点了 因为前面有讲到的本身后期就打不过 这一波已经看得出来正面战斗力是打不过了 对吧CK带盾两条命 并且在对方冰魂大已经甩空的情况下 选择开的这波团还是没打过 CK的第一条命掉的血量非常非常快 还好是他当时连续打了两个暴击回了好多血 但再往后因为经历了这一波的团灭之后 经济已经拉开到了7000 然后对面再刷刷钱的话可能会拉到8000到1万的这个经济差 这波很可惜那个钢贝兽其实也是一个死血 但是走了 大老师他的看法也是一样 对 钢贝兽死血死了 然后没有能够拼掉这个残血的TB 当时钢贝兽哪怕他残血死掉了 这波团最终也是团灭的一个情况 因为是打不过了 最后那点伤害 你看就有一个船长在旁边 有个帕格纳在吸 有个凯尔发现都没输出 就是空血TB他们杀不掉 因为没输出 所以导致了满血CK要往TB脸上走 结果放一个晕的情况下 他也换血同时出手 对 刚刚TB他也是精神高度集中啊 那个换血就捏在手上的 你只要身边有这种目标 他是肯定第一时间把这个混沌放出来的 他当时其实也有点急的 就是因为身边的对面的那三个 一个卡尔一个帕格纳一个船长 都不太配让他换血 都是空血 就是他放这个换血没有意义 但CK当时不来 他就脸上的那个大概25%血量的一个船长 他换了 其实TB也就打成手割了 所以当时CK真的蛮难选择的 就是他只能选择去拼一把 就是自己上来看 能不能把这个TB拼掉 能不能先晕到 对 如果先晕到了那TP就死了 但是TB的换血他同时出手了 那自己这边就没了 就再也没有办法处理这个TB了 因为你关键的核心CK也残了 是的 有没有种可能 这个卡尔如果是天命老师来玩 会有点不一样 哦 对吧 还是感觉得要 哎呦CK被抓 而且没有逃真 没有逃真余地 对方五人在他脸上 因为他前面开引刀被撒粉了 他觉得持续走走不了 所以想卡一个树林TP 嗯 TB TB是把变身给用了 哎呦这个千里追击 鼠毛滚 是没滚到 但机会来了一步 冰眼的TP是粘住的船长 冰魂大招甩过来 好像没挂到 有微光 就一下 有个洪流浪潮 TP的位置是比较的深 但这个时候CK还在独秒 好 哈根纳也是一个残血 这边沉破 土毛点兵域给了一个词画 这边滚滚还是持续在撞 但真的是没有致死伤 也可以去打这样的一个TP 没一点输出呀 给上了一个倒影 呃 TB想来换血的 还好有个B刀掩护了一下 嗯 CK复活 这波的话 只能算是把昆卡掩护了下来 是的 还好那个冰魂大招 又是没有能够甩到昆卡 他是在那个爆炸的路径上面 掠过了昆卡的身边 他其实这波 呃 船长的一个走位已经比较小心了 因为前面 呃 奶绿的那个零别一枪和土毛一些滚 其实他技能都躲了 嗯 呃 现在这个情况是天徽方 就是AR这边输出实在是有点低 像刚刚是恐怖力论还没有BKB吧 现在有了BKB之后 感觉就更加难杀 这恐怖力论只要不死夜眼方的这个团战 就不会有大的溃败 嗯 就是AR他也做了一些拉扯 但是他拉扯他没有伤害 呃 其实刚刚也不是说拉扯 就是互相之间掩护在撤退 对吧 先死了一个CK的情况下 对面沉沉追击 就反打的能力 是的是的 他就是兄弟们你你先走 然后走着走着 我也我也要走 因为狗狗开车的时候 其实他是没有什么态度输出的 诶 这里有一个单玩的RTD 但是土毛滚了过来 他队友也在身边 而且夜眼其实有留一个 就是塔后的视野 对 这个视野说实话AR不带宝 是应该反不到 CK要形成一波单杀 好样的 一二技能联放 骑死一个 大影刀出炉之后的骑死了一个冰魂 其实冰魂 这反正这个CK和冰魂之间是一生之敌啊 嗯 因为有冰魂在好吧 有他就没有CK 所以需要一个什么什么兄弟能站出来 就是能帮这个CK把这个冰魂给他搞定的 那船长肯定不行对吧 得要查理斯站出来 要查理斯 对去把这个冰魂搞定了CK才有发挥的空间 FY被抓了 但是好像这两兄弟没有反应 哎呀有反应的人过来了 刚背收带了个粉过来 撒住了卡尔 滚滚过来还开了一个车 撞一下后排的穷衣毕临 正面倒是逼出了TB的BKB 但是这个位置他也得走了 我觉得TB的BKB交的有点太敏感了吧 嗯 很 很小心很谨慎 是的 这个BKB没有省 他可能有点怕被滚滚开车 晕到那一下之后CK过来 哦呀CK什么经过 哎 啊BKB也没能开出来啊 不是他自己 其实他队友是不在的 因为你可以看到这个小地图 没法在上空卡在中 是的 他就是大意了 就是觉得对面打完这一波被滚滚可能赶跑了 然后可能退回去抓钱了 结果刷了波钱 自己被抓了 那你说不太会啊 因为毕竟 对面除了 就是TB的BKB 没有招什么特别多的东西啊 是的 只能说大意的呀 被杀了个回马枪又抓了一波CK 船长有什么装备上的更新吗 什么羊刀啊刷新啊 A帐啊有没有 A帐有了是吧 那他之前就有 然后BKB也差两千块钱 羊刀差得更有 就一万三的经济 说实话也不太能指望那么远 下路的线也是被反掉了 然后上路线也一直都活着 哎这个勾 这钢背兽的爆发 A帐的改动 原来的钢背兽的A帐 群体的喷鼻涕 主要是在于一个团战上的拉扯 给你那种拉扯不动的空间 但是现在的A帐就是增加了爆发 反身一枪打回来之后土猫进场 这一波的话滚稳是根本动不了 大招开不出来的 卡尔在旁边掩护 但是也被粉撒到了 土猫再接一个滚 那双将 差点说人双将游了 三四两兄弟 三四号为两兄弟的阵亡 肉山马上也要刷新了 这个位置 这波阵亡的时间非常的不巧 因为肉山刚好活了 活了之后对面 就是SR这边 人都是集中在这个肉山附近的 直接打盾啊 我感觉这个盾如果是被SR拿到了之后 这一局比赛 AR真的是 没什么机会了 其实现在就是已经感觉有点走远了 十分钟之前大老师就给就移开了 对吧 当时那个有一波河道里面那波团 对吧 CK带盾 团灭的那波团 打完之后 其实AR就已经没什么机会了 说实话没办法 因为这个阵容 就是你前期我们说到了 就是AR它的节奏 首先就像你说的 对线期得保住一个优势 然后对线期结束的节奏 其实它首先对线期就没有一个明显的优势 然后对线期结束之后的节奏也不好 那你这样的话往后去拖 那只能是SR去接管比赛 怎么办呢 前段时间我在隔壁项目里面 学到过一个解说上面词 好吧 叫那个进攻压力 那这一盘AR的阵容 就属于是进攻压力会比较大的一边 因为它前期要取得优势 然后要在经济滚雪球的情况下拿下比赛的 而中期他们关键团输了之后 很明显SR就一路就已经是很畅通的 在把这个优势给它扩大下去了 所以马后炮它球稳的情况下 是不是可以CK转一个三 然后再选一个大哥 当时我们也是这样考虑的 但是这个大哥也很难选 因为在搬了马尔斯 对面点出钢尾之后 你小黑不可能选出来了 对吧 但是你又不能选狗 因为对面有冰魂 所以就硬着头皮拿CK去打一号位了 但是打CK打一号位 对面只要冰魂不把大甩空 这个冰魂只要活在场上 就没有CK这个人 所以BP这一局SR做的还是挺舒服的 是的 这一盘SR的BP就属于被BB打紧了 他这局的一个BP是 感觉比上一个BL2 打BB要选的舒服得多了 是的 然后楼这边是拉着自己的幻象 想要去把这个冰线再给他顶出去 把前面杀了一个冰魂 现在好像只能杀一个冰魂 这个位置 哎呦 队友全赶来了 阿柱阿托斯滚滚开车想走 血量非常的空 跳走原地踢 走了 但是 走了你为啥要 不是 但是我是觉得这种 这不应该是好 是好是 但是我的意思是 这种拉扯我就觉得 它不起到一个质变 还是就虽然走了 但是还是没有质变 就改变不了什么 对 我觉得改变不了局势 这局是属于 已经不受AR自己控制了 就是要 需要SR这边有兄弟站出来了 就是 有没有什么AR的第六个队友 有这种站出来 要不然的话 是难赢的 隐身的TP找到了卡尔 卡尔刚刚是逃过一劫 现在还是倒下了 诶 CK在旁边 CK要打死这个TP 是不是费劲了 你看看 来 破莹一击 开大 TP开BKB 换血 真的费劲 又冰魂的一个大招赶过来 呃 TP是近战形态下 反杀了CK 而且下路这边也是带走了果果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刚刚我会叹气 因为你第一反应是开心的 他走了 但是你转念一想 好像这种拉扯 他改变不了战局 这个情况是十几分钟之前 就已经定下来了 哇 这 这最后这一枪 没办法了 没有BKB 被留下了 走不掉 嗯 感觉可以考虑 下一局怎么去选 是的 主要是下一局的BP 好好考虑考虑 这一局其实已经差不多了 就 就在那波CK带盾打团灭之后 或者说那一波之前 我们就已经在铺垫了 就说这个CK带盾 也不一定战斗力上 就有优势的 对吧 确实到后面没打过 没打过之后 这个后期本来我们也说 这个后期也打不过的 那 这 剧情就发展到这里了 大家也都知道结果 可能会是怎么样的 所以这个阵容感觉说 你如果真的想选一个 前中期 打中期进攻的这种阵容 或者中期结束比赛的阵容 真的是要去斟酌一下 而且还有一点 就是这一局AR 它降游的一个联动 并没有打出效果 我感觉可以重视一下 这个刚被兽这个点 嗯 对 感觉 哦呦这个叔叔 是 刚被兽这个点是 还有奶率好吧 刚被奶率这两个点 可以重视一下 哎呀永远是 人会不起啊 因为这波的话 果果人阵亡 然后坤卡复活 但是你还是一个四兄弟 不是兄弟 这这时候骑 人骑不就是死五个吗 嗯 对吧 是正面是完全打不了的 虽然但是确实是 推过来了 但是他有盾 是的 他就是有盾 所以才会站在这里 而且这波CK的BB 也是已经交过了 土猫持续掩护 身上裂蟹 往回拉 哎呦这个瓷化 冰魂的大招 远远砸过来 还好CK是没有开着必章的 开着必章的话 他有可能要死在家里面的 嗯 但是两路告破 对的 而且夜眼方SR是全身而退 更新的装备都不太能够形成翻盘 现在对于AR来说是 呃 输出 控制 地图资源 各方面的不同 呃 SR如果说 球稳一点的话 他甚至可以再等一待队 那就是 自信一点的话就直接上 等一个TP的变身好了 就直接上 你要是等多的话 那就是 就稳稳的拿下 一点机会都不想给 但其实他现在 他完全有能力的就是 呃 这些人的轻率是走 控制有限的 以太阿托斯 大路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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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如果受到阻挠了 比如说被什么吹风磁爆 搞了几波 然后被滚滚戳了以后 发现一十八块推不掉 那就去打盾 你会发现 哎呀他打团的话 哎 逼出了 这个CK的BKB 但是这个冰眼给他黏住 哎呦只能说 赶紧往高厅上走 但是土猫持续留人 跑不过这个钢杯兽 还是被钢杯带走了 那CK阵亡了之后 这怎么办 这钢杯兽 这 不讲道理了往前 无辱无人之境 因为没有任何输出了 真的 潮汐波 然后TB稍微稳了一下 往回走 钢杯兽往前顶 CK是AR这边的唯一输出顶 滚滚 滚滚开车想流钢杯 这个TB 两连三连撞 大天火 给上 呃 没有知词伤害呀 这滚滚的开车和大天火 很难很难配合 土猫再给一个滚 这边鼓法想要书写一个换魂 沉默道 哎滚滚还是被 AOE直接甩死了 那AR的三盒全部倒下 第三路也是马上交告破 打出了机器 卡里斯打出机器 攻击SR 打下了BO2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确实难打 这个阵容 就是如果前期 没有能够滚雪球 直接碾压掉SR的话 这个SR的 就往后打 他赢面太大了 所以这一局的话 AR选到了这样的一个 想要中 好 好